從逆風旗筆再下來 所以這裡又出現一個旗筆動作 所以它的鑽咒之意其實逆風旗筆在這時候已經有了 雖然形狀上不同的意義相同 細的逆一下撇進來 注意開始均間了 間隔間隔間隔 頓的 小點 數畫 重的 跳上去 點 這個點其實有時候會覺得點就像一個數畫一樣 從 性 重案 一個急停 所以這裡通常有點骨結的樣子 點 橫畫細 後面稍微 按一下 好 注意間隔距離 間隔距離 1 2 3 下面口還有兩橫 第四橫 折 收緊 第五橫 很徐 注意中間縫隙不要太大 注意中間縫隙不要太大 左頂有一點弧度 抬起來按一下 鋪 點 點化很重 向中間集中 短橫 數 注意這個間隔 這樣表示這個間隔其實看起來是比較接近的 再給我膩了一下 再變細回來慢慢加出 壓按一下 通常右邊又開始很厚實 而且好多倍喔 5、6倍的 厚度是5、6倍 樸 細細瘦瘦的 向中間 向中間 然後再一個長橫 也是細細瘦瘦的 再把它會稍微抬起來 那下面是很多橫劃 那你就要注意這間隔 跌 過來以後 點 帶起來 握勾 送上去 點 挑起來 順時的把他壓下來 1 上 點 向中間 向中間集中 短橫 連續三個短橫 好 中間 厚實離束 長橫 弧度 撇 這個口寫得非常扁 而且向內收得非常緊 上面非常寬 下面非常的窄 上寬下窄 非常的扁 來 點 向中間集中 撇 向中間集中 細細瘦瘦的 點一下 7B 測一下 勾起來 撇 細的 那 粗的 有彈性的 雞 這個撇 還是很平喔 後來發現他的撇都超平的 所以你要把它撇得平一點 不要把它撇太斜了 撇 點 好 開始這邊比畫很多了 還要注意間距 短 略長 點 這個點比較飽滿 然後這個很細 左邊的比較細 左邊的比較細 到這邊按下去 右邊的比較粗 前面黏住後面也不要碰到 滑過去風 手 向中間 7B 向中間 出細有弧度 後面抬起來按一下 按得很重 嚇人一跳 然後橫畫細 直畫還是保持出 而圓近之勢 那短橫不要碰到後面 短橫不要碰到後面 到最後再把它封好 弦弦弦 7B 有個弧度 其實都沒有想像中來的斜 筆炎 遮下來 這裡連續有3個人 1 2 3 4 4個人畫 注意間隔距離要均勻 然後右斜方斜的最長 拉下來要到右下方還是最長 然後再順勢跳上去 撇要稍微靠上面一點 這樣重弓才收緊 所以這個底要稍微靠近一點 不要飛太出去 先